不過以前也有人 師尊的這個好像書中還是有哪一些人 他們在他們的文章上面有認為說 好像在他的夢境中還是在他們的判斷說 您是舍利佛對不對 您是這個空海大師 然後其實還有更高的只是還沒有講的 這是可以去 這要找誰來認真 每一個人都是轉世的 每一個 那我們是輪迴吧 輪迴也是轉世啊 輪迴也是轉世 這個輪迴的道理跟轉世的道理其實是 畫一個等號的 畫一個等號 對啊 一個人死掉 那麼他到了某一個地方去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人再出來 他不是仁波切嗎 他就是轉世啊 是 只是他的資力 他的這個智慧 是不是仁波切的智慧 他的證物是不是仁波切的證物 他的成就 是不是仁波切的成就 差別就在這樣子而已啊 師尊您會預言嗎 您會預言說 未來的真佛中他會有什麼樣的制度嗎 您會有這樣子的 曾經有想過嗎 我是這樣子的 我活在當下 過去的我也不去想 未來的也不去想 未來的讓未來的人去做 過去的讓過去的人去做 我活得很爽就好 可是師尊你也有這個兒子女兒 有些人會說那會不會乾脆也學 您剛講的撒家派 就乾脆傳給兒子 傳給女兒 會不會方便一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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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是屬於 我的心啊 是屬於廣大無邊的 如果我的心是狹小的 我就會叫我的兒子出來當仁波切 父傳子 子傳孫 全部都是仁波切 我的心沒有那麼小 我用的是 你只要是有用的人 你就是仁波切 你的成就 你的智慧 你的悟性 重的是在這一點 跟兒子跟孫子 跟親戚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般人對不對 總是會偏心嘛 想說這樣子的話 自己的孩子不是省事一點 而且也都已經度了這麼多成績了 我跟你講 很多仁波切 在西藏還有用錢去買的 一樣嗎 台灣不是有所謂這個賣官嗎 賣官嗎 對不對 少將 也要買啊 中將也要買啊 上將也要買啊 你知道 大仁波切也要買啊 中仁波切也要買啊 小仁波切也要買啊 所以世界大同你看 還不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你自己想一想 那些仁波切 有沒有悟性 有沒有智慧 有沒有寫書這麼多本 有沒有成就 對啊 就是大家 我不是仁波切 但也就是仁波切 對 這個沒有辦法 我常常跟人家講說 如果說一個人啊 要寫東西來在那邊說 他什麼神通的故事 他了不起 他一般人編個一本兩本 他就應該已經 常思枯竭 他已經編不出東西了 可是我們的師尊 可以寫到今天 已經寫到210幾本了 他都還是每一本 都是讓我們讚嘆到不行 像我寫的 釋迦牟尼佛他說法 龍術菩薩把它分成四等 第一等 就是 叫你如何去做人 第二等 是教你如何在世間上 如何做善事的 哦 現在很流行 人間佛教 對 第三等 是屬於對治法 對治 如何用這個界定會 去對治 貪承之 這叫對治法 對治 最後一種 就是第一異地 所以 我所寫的這些 像年華所的秘密這種書 是屬於第四種 第一異地 真的是 按照佛所說的 按照釋迦牟尼佛所講的 前面三種都是可壞的 不管你用對治法 做人做善事 都是會壞的 像世間一樣 你流行一個很大的全球性的瘟疫 把整個人類都沒有了 你說 這前面這三種壞不壞 會 全部壞掉 只有一種 就是 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 證悟的 無上正等正絕 它是不壞的 這個是佛教最重要的異地 就是在這裡 如果你不懂的第一異地 前面那三種 其他的宗教都有 對 天主教 基督教 任何宗教都有 前面那三種 只有第一異地 才是釋迦牟尼佛真正的無上正等正絕的證物 只有這一種 才是永遠不壞的 就是佛教最超盛的地方 所以當今只有師尊 我想在整個的宇宙來講 整個的文壇 學佛 佛法的文壇上面來講 只有師尊這麼慈悲 把這最難的部分 願意一再的用他的寫書呢 來提醒我們 讓我們能夠進入到這個比較 真正符合當初佛陀傳佛法的 這個第一異地的這個精神上去學習 所以真的是不能夠錯過 連續的這些的好數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真的是還有很多問題要請教師尊 那我們就留在下一集好不好 好 謝謝師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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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